属狗人一直都是大家很喜欢的一类人 主要是因为他们个性里的特质时 再是太出众了 让人忍不住要多相处一回 任何时候的他们 都可以表现出富有正能量的一面 虽然也会有一些缺点 但是总体来说还是很不错的 到底属狗的人一生的命运如何 下面一起来看看吧 一属狗人一生命运 一财运运势 属狗人个性很随和 生活中也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 善于结交朋友 人云旺盛 人脉圈比较广一些 这给属狗人从商带来很大的帮助 他们的命格上 是更加适合从商的 且在从商的财运上和求财运势上 会比打工好很多 但就是因为他们性格柔和 不会发脾气 不与人计较 所以有些不拘一格 在财运上的聚财能力会差一点 即使是赚到了些钱财 也会因为自己的随和 无法留住财运 所以在他们年轻时 储财能力一般 大多数的财运 因为财来财去而积蓄不多 属狗人一生的财富运势 是先苦后甜的 他们性格向来都是随和的 交友广阔 拥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所以有很不错的人际关系 并且自己困难的时候 也能得到朋友们的帮助 天生拥有贵人运 尽管这一生中 年轻的时候不太顺利 容易有波折坎坷 阻力颇多 财运平淡 花费较大 不过在中年的时候 运势会慢慢上升 日子越过越好 只要啃动脑筋 并且大胆行动 就能有很好的财运 他们是属于大气满成型 二 失业运势 属狗人一生的失业运势 还是比较顺利的 属狗人总是埋头苦干 墨守成规地朝着既定目的行间 所以很多时候平安感和稳定的收入 是选择职业时 首先思索到的条件 不过还是建议 尝试在商业方面多闯荡 在这方面上渴望胜利 一旦下定绝技 就职在必得 属狗人面对工作的态度 真的是很不错的 他们能认真谨慎地做事情 遇到任何事情都能积极地面对 所以在工作上 是没什么太大的阻碍 都是顺顺利利的 三 婚姻运势 属狗人一生的爱情运势 比较起伏 对于属狗人来说 这一生对自己的感情和婚姻 都要更用心地去经营 尤其是在感情运势一般的年份 更要用心经营自己的婚姻 坚守内心对婚姻的忠诚 不要被外界的诱惑干扰 在日常相处的过程当中 可以多制造一些生活情趣 比如共度二人世界 与爱人到浪漫城市或者经典游玩 找回恋爱时的感觉 这样能够避免出现感情危机 一生都幸福美满 二 属狗人几月出生最好 一属狗二月出生最好 在一月出生的属狗人会一生富贵 正月是十二月份之首 所以此月出生的属狗人 自然就会在先天催动之下 富贵一生 家财万贯 一方面这是有其出生世界作用而成的 而另一方面则是因为 他们在人生的发展道路中 也会多得贵人相助 从而促使其事业长顺 生活美满 不仅其自身运势长顺横通 而且家人的运势也会被其最望 可谓是十分圆满 属狗人在一月出生会非常幸福 农历一月出生的属狗人 财富运势非常好 这个月出生的属狗人 生来富贵命 吃喝不愁 他们为人真诚直率 喜欢帮助别人 因此人缘极好 收获许多贵人好友 在贵人的帮助下 他们一生都顺风顺水 富贵发达 其次 属狗人自身的能力极佳 因此可以收人赏识并得以重用 总的来说 属狗人在工作中 简直步步高升 平步清云 所以属狗人的收入也在不断上涨 二属狗三月出生最好 属狗人在三月出生 会有非常高的情商 乐观开朗 从小就不喜欢哭闹 三月的输狗人性格外向 动作灵灵活跃 小时候会因为调皮捣蛋 而经常被磕碰 但这也显示出三月输狗人 乐于探索求知 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 三月输狗人对于金钱很是敏感 热衷于投资理财 少年的时候 就会表现出非凡的挣钱能力 加上出生的家境好 父母注重对他们进行教育引导 成年后的三月输狗人 事业上会非常成功 采运滚滚来 一生都是非常顺利的 出生在农历三月的输狗人 为人踏实 做事情都会倾尽全力 他们只要决定做了 就绝对不会放弃 所以往往都能干大事 赚大钱 甚至是成为光耀门媒之人 而且他们天资聪颖 物性很高 喜欢尝试新鲜事物 学东西很快 只要经过他人的简单提点 就能很快上手 在事业上 不仅工作能力强 而且社交关系经营得很不错 不管在哪方面遇到困难 只要他们开口 身边都有人向他们抛出橄榄枝 三属狗八月出生最好 出生在农历八月的属狗人 才花横溢 能够得到别人的赏识 加上出生家境不错 有父辈的支持 事业可以说的是更上一层楼 发展的速度也是相当快 属狗人单纯 做事从来都不会 起任何的坏心眼 对于工作认真负责任 因而在职场里 总是可以得到领导和同事的关照 升职加薪的机会经常有 这辈子不会因为钱的事情发愁 也就是因为太过于出色了 可能会招来小人 所以做事方面还是得防着小人 八五月的属狗人 头脑精明 吃苦能干 具备商业头脑 从小就在同龄人的脱颖而出 另外 他们和钱财有缘 命中自带财博 农历五月生的人 智商过人 信心百倍 不管做什么事 他们都有决心把事情做到完美 如果是男人 才智双全 为人低调 日后大有出息 而女人的话 则心灵手巧 是赚钱的能手 可得一生的荣华富贵 这个月出生的属狗人 秀气聪明 多才多能 一生幸福安闲 由于聪明能干 其经济来源较好 做事爱动脑筋 一生全靠自成自立 自属狗十一月出生最好 属狗人在十一月出生 会有很好的颜值 如果是男人的话 则会长得气宇宣扬 风度翩翩 而要是女人的话 一般也会长得妩媚动人 罗诺多斯 所以拥有出色外星条件的他们 在人生的道路中 必定也会顺风顺水 安乐无忧 除此之外 他们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花瓶 而是口才了得的商业天才 因此 他们还会凭借着自身的出色本领 收获巨大的财富 这一点是很多人都望尘摩羁的 十一月出生的属狗人 是天生富贵命 首先 此时出生的属狗人 性格比较要强 积极进去 所以说 他们不愿在工作方面 落后于他人 而争抢好胜的性格 就是他们便抢的最大内取力 到了中年的属狗人 仍然积极上进 想要通过自主创业 进一步提升自身的财富 刚开始创业可能比较艰难 但是只要过去 实现财富自由不是猛 五属狗十二月出生最好 出生在农历十二月的属狗人 他们的感情生活十分丰富 再加上他们的情绪比较感性 如果遇到自己心仪的对象 就会竭尽自己所能去追求 为求追到对方 很多时候 都会失去理智沉醉在感情里面 但是出生在此月的属狗人 一生幸福荣华享知不尽 因为天生就是富贵命 不需要自己太多的努力 学业事业一直都是顺利的 没经历什么挫折 农历十二月出生的属狗人福气极佳 在本月出生的属狗人 简直就是含着金汤吃出生的 从小他们就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 家境优渥 也能带给属狗人 比较好的教育条件 再加上他们天生聪明伶俐 才华出众 所以说属狗人的财运 一般都不会太差 再加上 他们都是守财的人 不会花钱大手大脚 更不会铺张浪费 所以说 此时出生的属狗人 大多是富贵命 以上运势分析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究竟能够达到什么样的高度 还是要靠我们实实在在的努力 只有你能够有所行动和付出 那样当好运到来就能把握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